她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婴儿,刚出生就有四个鬼魂跟在她身边,别人都是被父母照顾长大,而她却是被四个鬼魂照顾长大,因为只有男孩才能看到四个鬼魂,所以父母总感觉她的智力有些问题。 很快,托马斯到了上小学的年纪,因为从小就有四个鬼魂教她知识,托马斯要比同龄的孩子懂得更多。 面对老师的提问,她总是能完美回答出问题,托马斯也逐渐明白,身边四个人就是课本上所写的鬼魂,她为只有自己能看到他们而感到奇怪,但鬼魂们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 其实在托马斯出生的那天,她的人生就跟四个鬼魂绑定在了一起,十年前托马斯的父母前往医院的路上,却没想到与一辆巴士发生碰撞。 母亲受到惊吓在车里生下托马斯,巴士坠下大桥,司机与四名乘客当场丧命,但不知道为什么司机去到了天堂。 四个鬼魂却被一股神秘力量控制,禁锢在托马斯身边不得离开,不管托马斯走到哪里,他们只能跟随,只要超出五米范围就会被神秘力量拽回来。 四个鬼魂陪着托马斯长大,他们把这个小家伙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 托马斯喜欢和鬼魂们在厕所跳舞,可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,他的行为非常诡异,大家都觉得托马斯精神不太正常。 托马斯的父母不知道该如何解释,他们发生了剧烈的争吵。 父亲认为应该把托马斯送到精神病院,但母亲却极力反对,他认为托马斯只是想象力比较丰富罢了,为了避免托马斯被送到精神病院。 四个鬼魂商量后决定在他面前隐身,这么多年以来,他们早就把托马斯当成了亲生儿子。 虽然他们感到不舍,但为了托马斯他们只能这样做。 潘妮叫醒了睡梦中的托马斯,他们依依不舍地和托马斯道别。 然后四个鬼魂依次在他面前消失,托马斯只能不停地哭喊着,求他们留下来。 时间很快过去了二十年,托马斯成为了华尔街一家投资公司的总裁,他过着年薪百万的富足生活。 这些年,四个鬼魂依旧陪伴在他身边,只是托马斯看不到他们。 长大后的托马斯成为了工作狂,他根本没时间陪伴父母和女友,就连他和女友的约会都是分秒必争。 女友想带托马斯见见父母,但托马斯却认为时机不够成熟。 四个鬼魂觉得托马斯是在逃避问题,他明明和女友相恋多年,却不愿更进一步。 这时,一辆绿皮巴士突然出现,他穿过墙壁来到鬼魂们面前。 这些年轻宝的年轻宝贵是在当时的随后,却不过也认为好身高的病人。 在这些年轻宝贵里达马斯连城里,请到这些年轻宝贵是在过兹贵。